亲爱的美城金星会的兄弟姐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边君英 三月份我受刹那之邀 参加了新生命小组的活动 近一年来 除了面对面的团契 我几乎全部参加了小组的讨论 每到周五的时候 我就特别盼着与大家一起讨论 牧师不道的内容 学习圣经 积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 向不同的教友请教学习 在最初重启信仰的这一篇 开始还是有一点混货的 就是可能有点不适应 后来就渐入佳境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 我记得第七周 我们在讨论与圣灵同行中 就是有这样一段话 说希望大家记得 基督信仰不是来指责 诋毁和定人为罪人的 而是告诉人经历了生活的艰难 和生命的劳苦仇烦的真相 而是上帝告诉我们 他爱我们 没有因我们的罪和罪性和罪行不完美 而嫌弃我们 或是要惩罚我们 反而是要积极地介入 不计代价地要救我们 这就足够放下我们的心理的负担 这些年遇到了好多事 但是呢 一直呢 在寻求一个 就是从二十多岁就开始 寻求一个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真相 那时候看了很多就是哲学的书 比如什么尼采呀 舒本华呀 佛洛伊德 但始终都稀里糊涂的 然后感谢主 让他伸手拉了我一把 让我认识到上帝才是我真正背后支撑我的人 他让我用基督的视角看待我所有的经历 所有的不完美和担忧 后面都是他带给我的平安 然后学习婚姻爱情片的时候 我对我们小组的兄弟姐妹说 为什么没有早些认识上帝 为什么不早早的读圣经 和那个婚姻的 关于那个婚姻相处之道 我觉得如果要是在二十岁之前读认识上帝 该多么幸运啊 至少在圣经里面 你在婚姻里头该做什么 该不该做什么 都有经典的话语 都很有用啊 所以呢 我还希望来年 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们 新生命小组的兄弟姐妹们 继续学习圣经 继续学习主的话语 而且呢 继续蹦撞出 这个信仰的火花 和欢乐 感谢主 感谢主 你不远万里的派 美城金星会的兄弟姐妹 像天使一般的来 照看我 谢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